中文字幕 李宗盛 您是到这边玩 他是 对 我 应该很近了 应该穿过这条 对 这个村应该就 那里的海边是很近 对对对 我知道了 我上次是停那边 他是停那边就直接到海边 这里离海应该很近 对 唐东村 对对对 好了我现在到了 现在是快五点了 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 然后呢 是从这边这个村子过来 就是穿过整个村子过来这边 那我前年来的时候也是停在这边 今天应该是没有日落 今天没有日落 如果有日落会非常非常漂亮 这边呢还是 哇这边有共享自行车耶 好棒我上次来的时候好像没有 是在一个唐东村里面 他们的村子就建在海边 我觉得很幸福耶 随时随便可以看到海 村子还蛮干净的 好这里又有一个像类似于天空庙的 四小资料嘛 我上次来的时候有拍过 好这个是香 好这个是香 哦这里供奉的一个叫七王爷 哦这都是好像是中国传统的神话里面出现的人物 这个庙非常的小 就是一个小房子 但是里面都是布满的这种壁画 最遗憾的就是今天没有太阳 有太阳的话会非常漂亮 大家可以看右上角的链接 那是冬天的时候有太阳拍的猪脚沙滩 今天好像要下雨了 感觉风蛮大的 远处这边是一些渔船 应该是出海捕鱼的吧 还好今天这边风不是很大 没有牙口 这边远处看到有一些好像是集装箱马头的那种架子 是龙鱼 所以会提醒您应疫情防控 要求禁止人员去停物表沙滴景区 暂时关闭 谢谢您的理解和配合 哦说是疫情关闭 可是这边是海是没办法关闭的呀 任何时候都可以进入到海滩 那远处这边就是他们的唐东村 不知道现在是退潮还是什么原因 还是这个季节是这样 我记得冬天来的时候这个水 海水是到上面的 可是现在都已经海水退到这边来了 我现在到下面看一下 这边好像是贝壳这些之类的 应该有的作业在这边 还是门吧 如果你们要来的话 记得多戴一件外套 然后帽子可以戴一定 今天没有忘记戴帽子 现在我们在沙滴的地方 即使这边是遥集的 所以因为基本上我们往来 尽量沙滴 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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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风从后面吹过来 那个沙子就有点像在甘肃的时候 看见那种轻微的 沙子养成的这种感觉 快六点了 我要回去了 感觉今天没有再对的时间 对的天气 来到对的海滩 但是我这个沙糖我还会再来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几乎没什么人 再假设今天不是周六日 所以你如果来到这里 有好的太阳 好的天气 云层薄的时候 看日落是非常漂亮的 而且你不需要跟别人共享 这边海滩跟猪肉 你一个人享用就可以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一次我会去一个叫 下次再拍给大家看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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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